獨賣巨人和橫濱彎星的協賽第二戰 為了在自家主場討演面 巨人軍推派左頭擊穿光夫掛帥先發 縱使前五局一分未失 但六局上兩出局 一點有人 橫濱的重砲手 捅箱加制 扛出一把左外野方向兩分砲 才幫助彎星首開記錄 愛轟的擊穿光夫此戰主頭五點二局是兩分 據橫濱的先發投手平田真武 則是五局五十分 但橫濱選擇在六局下換頭 反而讓巨人找到了突破口 先是擊穿上輝二雷安打 競戰得點圈 接著輪到三番的版本有人 中間方向安打送回隊友 卷軍首開記錄 且下一棒的Guerro也成功串聯 形成無人出局一三內有人 即使接下來兩個人次都沒能敲出安打 龜井扇形又在兩出局後 把握偏高的石頭球 貢獻中主要野方向安打 近仗一分打點 助隊追平戰局 最後是一起安打將累包填滿滿 居然啟用待打 讓老將阿布勝之助上場打擊 結果四壞九保送 巨人並不顯認 幾回超前分 就看牛棚能否Hold住一分領先了 答案是NO 巴上橫濱在兩出局後展開反撲 忠心放肆的Lopez 宮崎敏郎接連安打 以板志從巨人中繼投手 澤春拓一手中 敲出Tinle安打 後來居勝 而且還沒完包括桑原將志 互助攻校 棒棒開花 橫濱巴上憑著連續五支安打 冠進四分 成功逆轉 就算九下兩出局後居然有著滿累大好機會 帶打上陣的大成卓三 還是苦吞了 再見三陣 中場居然是以3比6不敵橫濱 苦吞了五連敗 懷疑新聞 趙伯報導